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军声称要在台湾南部新建多个反舰导弹基地 叫嚣可以吓阻解放军军舰 此外 台军举行天马操演导弹实弹射击 却意外频发 引发争议 台军为什么要在南部新建导弹基地 民进党当局频频挑衅 还会如何霍乱台海 旧战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 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 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的主任信强先生 台北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 欢迎三位 台湾媒体报道了台军要在台湾南部 建反舰导弹基地的相关新闻 我们一起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来具体了解一下 据台媒报道 台军近日公布 新式鱼叉反舰导弹基地建设绝标案 号称要在台南 高雄 屏东 台东等地 打造至少五大营区 报道称 这些基地将从2026年起 部署向美国采购的 暗机鱼叉反舰导弹系统 并配合新设滨海作战指挥部进行作战 台媒炒作称 导弹阵地将可以吓阻解放军军舰 台湾媒体在大肆炒作 台军要在台湾南部 新建反舰导弹基地的相关新闻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军这样的举动 台湾这次应该说是花了不少血本 是准备在台南 高雄 台东和屏东 几个地方的话是修建 为鱼叉导弹部署之后所需要的基地 台湾当局在鼓吹是要建立 在南部的一个反导的 这么一个导弹圈或者防御圈 当然目标其实是直指所谓的 就如果未来解放军在台湾 发起武力统一的战斗的时候 他们要依靠这些武器导弹系统 来反舰 反登陆 鱼叉导弹事实上是上个世纪 7年代研制部署的美国的武器 到现在来看也并不说是多先进的 射程也就最高124公里左右 当然它也确实具有一定的杀伤力 与此同时在台湾看来 它可以和台湾当局自己研制的 就是雄风2 雄风3这样的 就是反舰导弹来配合 形成所谓的一种威慑的一个体系 当然台湾当局利用这么一种 大张旗鼓的炒作 它也许有它自己的目的 一方面的话过去台湾当局 一直是把它的防御重点是放在北部 应该说在北部地区的话 是导弹密布 包括台军的部署也是非常地密集的 但在南部的话过去台湾当局 一直以为在南部 包括台湾岛的东部 面临的这种所谓的解放军的威胁 并不太强 所以在过去在南部地区 其实的这个部署 或者说是整个防御体系的构建 并不是太充分的 但是现在这些年来 随着解放军的实力不断地增强 以及我们大规模的军演 其实已经是形成了整个围岛 环岛这么一个作战体系 台湾当局包括美国 也是忧心忡忡 认为在南部和东部 也必须要加强相关的这种防御 否则的话只守住北部 然后南部和东部失守的话 那也是这个 对于台湾当局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的话 现在这些年来开始在 频频在南部开始下这个布局 包括这次导弹基地的建设 其实也是体现了这么一种 防御重心均匀分布的 这么一个台军 或者台湾当局的这么一个关注 或者是关切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的话 事实上不管怎样吧 就是这种鱼叉导弹 2020年美国就已经宣布 要向台湾当局出售 100套的发射系统 包括400枚的这个鱼叉导弹 但是到现在 其实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现在美国方面发出的消息 是准备有望 2029年3月份完成建造 可能2030年左右 才能够到台湾进行部署 当然了很有可能会出现 这个基地建好了 导弹没有来 这么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 因为我们也知道 美国售台武器的这个延宕 或者说是这个持武 其实应该说屡见不鲜 另外我们看到台湾当局 还对外宣映说 就是为了应对解放军 而且要配合它新建设的 滨海作战指挥部 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它在军事上的这种操作 如果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理位置来说的话 从台南高雄那么屏东和台东 这整个一个下来的话 正好形成了一个L型 在台湾的南部形成了这种 对东对西对南有效的控制 如果看一下这个地理位置来说 比方说这个从地理位置来讲的话 台南地区是台湾岛内 最大的一个平原所在地 1661年的时候 郑成功那么从金门出来 在澎湖列岛做了稍微的修整之后 就从台南地区登陆的 那么这个地区 这个滩比较平缓 不像台湾东边 它是悬崖峭壁式的这种暗滩 那么它可以进行登陆 那么登陆上来之后 它可以进行这种部队展开 因为这个地方是平原 机械化部队要展开作战的话 它就没太大的问题 另外从部署的这个态势来看的话 你比方说台南和高雄 正好卡在台湾海峡的西部 它卡口 因为这个地区 其实我们最近几次 咱们解放军的联合军演 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实行有效的这种联合力舰的封锁 那么台湾的海峡的南口 是一个重要方向 另外呢 往南来说的话 它还可以控制巴斯海峡 那么往东呢 比方说台东这个阵地 台东这个地区本来就有一个 台湾的空军机架 制航空军机架 这是两讲时机架 打在山洞里面 那么大量的台军的战斗机 在这个地区部署 那么现在呢 又要搞一个鱼叉反舰导弹的阵地呢 它其实就是往东 因为东边 就是台湾岛东边这个区域呢 一直是咱们解放军 包括大型作战舰像航母 这个大区在这个地方 一直活动的重要阵位 所以呢 你看它在这个地区 搞这种建设来看的话 它明显有它自身的这个盘算 就是要进行顽固抵抗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在台湾岛内部署的导弹呢 我觉得还有美国的因素 毕竟呢 美国在2020年之后呢 它推出了一个太平洋威慑计划 就从阿拉斯加 日本 韩国 中国 台湾 到菲律宾这一线呢 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 就是把导弹呢 瞄得你中国一些重要的战略目标 那么在这里能不能得逞 我觉得这很显然是很难得逞 毕竟呢 这些阵地那么非常突出 那么平常你把导弹架起来的话 这个阵地是光秃秃的落在外边的 不可能放在洞库里面进行这种演示 然后一旦需要再拉出来进行这种使用 那么我相信如果说真的有冲突的话 那么这些导弹阵地肯定会首当其冲的 成为我军打击目标 所以台军呢 现在做这种这个盘算来说的话 到头来的话 只能是这个独乱大水一场空 所以这种作战构想 是不是切合实际呢 岛内的舆论是如何评价的 赖教授 是的 台湾的军方这次很高调 因为他特别提到说台南已经是第一个 地方率先已经绝标了 所以再过两三年 就可以完成了第一个 暗制的鱼叉导弹的营区 但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让很多军事专家摇头 他们觉得很不切实际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的地方很小 更何况你部署的地方设置的营区 你的移动点 你的设计点 设置点是很容易被侦查出来的 中国大陆有远程的火箭弹 那么还有其他各类型的空射型 空对地 地对地 海对地的各种类型的一个导弹 这些导弹可以进行饱和攻击以后 把你的这些暗制的这些鱼叉导弹都摧毁 第二个问题就是当地居民的反对 像屏东我们都知道是绿营执政的县市 可是当地的居民反对得很强烈 最后台湾的防卫部门就拿出一笔钱 叫做敦清莫林的补偿金 那也就是给当地的居民做一些补偿 也就是花钱了事 来希望他们不要再反对 那这样的情形又增加了预算 第三个部分里面就是美国人钱收了 而且通常比国际的价格都还高 可是美国人钱收了 但是这些武器并没有马上交到你手里面 更何况引起大家批评的 就是说我们自己有熊二熊三 你为什么要买这个鱼叉的导弹 为什么民进党这么的依赖 尤其是从蔡英文上来到现在的赖清德 为什么这么的依赖向美国采购 大家总觉得台湾好像是美国的军口商 任他宰割的这个砧板这个鱼肉 其实大家心知肚明的 而且不愿意说穿的 我把它说穿了 那就是什么呢 透过采购交一点保护费 希望美国的军火商 以及军火商所养的 美国的参众议会的议员们 因为收了这么多的钱 为台湾说两句话 然后为台独的说两句话 台军的一面对外宣称 要建反舰导弹基地 另外一面呢 也的确是进行了导弹的实弹射击演练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的了解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台军近日举行天马操演导弹实弹射击 期间还公布新型陶式导弹发射系统 然而多枚导弹未能命中目标 甚至有导弹直接拖把坠海 台军方表示 参演人员有一半无经验的身手 台防务部门将召开检讨会 台舆论认为台防务预算创下新高 却连基层官兵的装备训练都无法保障 此外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 台湾防务预算提得再高 两岸之间如果没有交流对话 还是无法确保台湾的安全 台军这一次进行的天马操演导弹 实际射击演练是不是例行的军事演习 那么透过这一次实弹的射击演练 我们可以看到台军导弹的作战效力 是什么样的 新主任 虽然天马操演没有像汉光军演 那么大的规模 也没有那么大的名气 但是天马操演其实也是台军 一直在演练的多少年来 注重于实战的一种军种的操演 这次的话首先主要看的是 陶氏2B这种反弹和导弹的 这次实战的演习 应该说是这次操演的一个重点 陶氏反弹和导弹是一种线导 这种反弹和导弹 射程大约4.5公里左右 而且它关键还是有一定的能力 是通过高空从高空进行打击 尤其是适合于打击 比如说掩起 装甲 车辆 或者是登陆舰艇 当然还包括它的重头戏 就是反坦克 这次看它的实战演习 主要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是进行实战演习 这点其实说起来很滑稽的 多少年来其实台湾军队 台湾当局军队所进行的那种操演 很多时候不是实战 一方面的话舍不得打 尤其是这种导弹 另外一方面的话 是美国不让它打 以免引起更高的紧张局势 这次的话应该说台湾当局 是拿出了这个 还愿意花点血本 拿出了一批导弹 出来进行实战的演练 这一方面的话 可以确实是提升 这个所谓的实战能力了 另外一方面的话 也可以检验这个导弹的 实际的这个作战的效能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的话 这个陶氏2B这个导弹是具有热成像的 这个还有跟踪功能 所以可以进行夜间的这种攻击 这次也是首次进行了 夜间的实战的这种射击 应该说也体现了台湾当局 日益关注实战 从实战这个场域出发 来去做各种的这种战备的准备 但是我想的话 其实这次实战演练可以看出来 台湾方面报道打了17枚 好像只命中了10枚 拖把了将近有一半 而且很多都是新手 根本没有任何的操作经验 从中我们也看出来 台军的实际的战力 由此可见一斑 也可以说试图依靠 这么一两种所谓的先进武器 来实现巨统谋独的这种奢望 只是南科一梦而已 另外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 也看到了 台湾方面一直在编列 很高的这种防务预算 但是现在又缺装备 又缺人手 又没经验 所以这些钱都花在了哪里呢 从台军战力来看的话 确实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这次天马操演 也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 体现出台军的不足 第一个方面 就是台军的战略目标非常高大 因为我们都知道 2021年之后 蔡英文当时就把台军的作战构想 就从防御固守 重重贺阻 变成了一个战力防护 滨海决胜 而且贪案 兼敌 这样一个概念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台军现在的要求 你必须要在海上跟解放军 或者跟有关方 进行这种一场殊死的决战 现在来看的话 台湾有这种能力吧 你在海峡里边有制空权 有制海权吗 你可以派出F16战斗机 出来晃一圈 但是你增多制空权 能够夺取吗 所以滨海决胜 显然是一张大兵 现在我更多的 两栖登陆作战的话 它可能更多随之降落 比方说用直升机 用更多的一些手段 直接下来 抢占摊头后边的一些重要的目标 所以你还要搞一个摊案 尖敌这种设险来看 显然让台军很难适应 那么第二方面 我觉得台军的武器装备 尽管大量的是美制的 有单个下来的话 我们看很先进 比方说阿帕奇空气直升机 比方说两栖战车 那么还有陶式反坦克导弹 如果单兵用起来的话 那是没问题的 但是现代的战场的情况来看的话 那么我们也看到 台军的演习录的视频很热闹 空中确实有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对地面目标进行突击 对海上目标进行突击 那么也有坦克装甲车辆 伴随着步兵往前冲 同样还有陶式反坦克导弹 对水中的舰艇 对岸上的装甲车辆进行打击 但是它是不匹配的 你比方说阿帕奇去对付 海上舰对付 装甲车辆 这应该说 很难形成有机的整体作战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 比方说这一次 真的台军使用了宝贝的武器 就是陶式反坦克导弹 其实反坦克导弹来看的话 它是陷导的 就打出去之后 它有一个长长的导线 一直追着导弹 那么铺向目标 那么在四五千米的距离上 它一直跟下去 但是这个导线在海上之后 你落到水里边 那水里边它的深浅不一样 它形成一种下坠的这种力量 把导弹一下扯到海里去了 同时台军自己也讲 这个导线来讲 在某些方面不绝缘的 这个导线如果说出现短路的话 同样也使得陶式反坦克导弹 掉到海里去了 所以打了17枚的话 一半掉到海里去了 第三个方面 我觉得还是新兵 因为现在台军的士兵 士气并不是很高 大部分是新兵上来的 那么台军这一次 为了解释 为什么那么多导弹落到水里 没有击中把镖 他说我们现在故意是练这个新兵 拿那么贵重的导弹来练新兵 那显然这个逻辑是不通的 但是台军就说我是满排的 其实就显示出台军的 这个战斗人员这个素质是低下 很难跟装备形成有机的结合 因为我们经常讲的战斗力是什么 战斗力是装备和人 就是装备和战斗人员 形成有机的结合 这才能等于战斗力 但是你现在有了先进的武器 你放到新兵手里边 它不会用 这等于这个零 所以现在台军来看的话 不断地搞这种演习 我觉得除了给自己壮胆以外 更多还是你刚才讲的 其实就拿着这种演练 来糊弄岛内百姓 说你赶紧出钱 你出了钱以后 台湾岛内买了大量的 美国的武器装备 那么我们就安全了 其实就是在切割纳税人蛋糕 名正言顺地 把纳税人的钱 塞到美国人口袋里 然后美国人帮着蔡英文当局 赖青的当局实现这种台湾独立的图谋 这很显然是难以达成的 所以从上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 那么台军确实是购买大量的 美国的先进的武器装备 花了很多钱 但这个钱来看的话 并没有花在正处 并没有花在真正的意义能够提高 台军这个战斗力的方面 而且花了这些钱 还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那就是所谓的保卫台湾的安全 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认为说 无论是高昂的预算 建导弹基地 还是说进行实弹的演练等等 这些操作都保卫不了台湾的安全 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 就曾经对外做过表态 说如果两岸之间 不展开交流和对话的话 那么是保卫不了台湾的安全的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这番表态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维护 台湾安全的根本 乃教授 确实两岸如果不交流不对话 那台湾的安全 两岸安全当然是有疑虑的 可是这样还不够嘛 其实朱立伦没有把话说清楚讲明白 他应该要说清楚讲明白 交流对话只是一个工具 我们必须要在九二共识的这个基础上 来进行交流对话 而且呢 我们要朝向统一的方向来发展 我们不要外国势力来介入台湾 然后把两岸之间搞得紧张细细 两岸的不安全难道不就是因为 毁弃了九二共识 难道不就是因为要推向台独 难道不就是因为要把国外的势力 跟台独的勾连 那么才造成今天两岸的不安全 所以我觉得执政党本身要反而悔悟 抛弃台独 在野党要督促执政党 你要修改你的台独党纲 不要再把台湾带向不安全了 去掉台独 不再支持台独 不再追求台独 两岸共同地来追求如何达成统一 两岸如何能够回到九二共识 坐下来好好的谈 谈未来如何的安排 这样子一个情形 台湾才能够长治久安 两岸才能够安全跟和平 民进党当局肆意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 购买武器穷兵独武 渲染所谓大陆威胁 一步步将台湾绑上了台独的战车 裹挟台湾民众当台独的炮灰 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好的 非常感谢两岸的三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也感谢观众朋友 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